好,今天就是這個9月23日2016年,就是這個蛇叔直播室 其實今天比較懶,因為原本不是很想做直播 原本不是很想直播,因為明天要飛的關係,所以原本不是很想直播 而且你也知道iPhone挺難買的 結果我也是忍痛原本想要黑色大黑,變成小黑,小黑都買不到銀 很小的銀,這麼隨便,隨便推都這樣 不如買X6S吧,不可以,要試新東西給大家 好,今天的主題就是我眼前這個iPhone7 可能大家會問,為什麼最後買了一部小機,因為其實我一開始都是選大機的 打開它沒有東西,沒有東西啊 等一等一等 這部手上沒有拿著的,好像沒有成功 一定是啦 眼前現在這部,因為螢幕很高的關係 就是一個比較小的7仔 好,先說一下大家的利益衝突 大家有沒有IR、AOS賣到,有沒有持有相關的機種呢 我就說,我沒有擁有過iPhone 但我覺得有MacBook,有iMac,有iPad 但我沒有擁有過iPhone 為什麼呢 我不知道,我總是覺得電話來說 我又不太喜歡在電話上用iOS 在Tablet我喜歡的 很神奇,不知道為什麼 不喜歡有這麼小的螢幕用 那它有Plus版的,Plus都嚴勢 都嚴勢 5.5吋,比你那一部大 不計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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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ERON呢 我沒有持有相關的股份 近一點 沒有持有相關的股份 曾經有用過iPhone 不過入行之後就發覺iPhone的主動不方便 為什麼呢 你知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其實現在也是的 iPhone拍了一張照片 過不下去其他機器 以前還沒有Android的年代 iPhone過iPhone都是不行的 是 但是現在有啦 現在有 是不是現在要入手呢 但是習慣了Android 你就發覺Android實在有得太多了 是的,但是我反高潮 我今代才有Android轉到Apple 你真的變回用的 是的 真的賣用的 自從短見 我不是買完之後試完放回去 沒有退貨 但是你不一樣 別人用一部機,你用幾十萬部機 對 不同 就是用了這麼多的Android 我才突然… 其實我經常有想過 究竟什麼時候才是入手iPhone的時機 都有想過 不如如果我要買一部副機 買不買一部iPhone呢 但是到最後之後 當三點都沒有買的時候 嗯,那都不會買了 都不會買了 我反而覺得現在入手iPhone 6S Plus 哦 可以重演一下片的一流 好了,那最後呢 在大小之間我就選了一部小 其實為什麼會選一部小呢 其實有兩個主要原因 第一個原因呢 先讓我這段廢了 要講一下為什麼我會買一部小 很多人都不明白 因為正常都是 用得一部7 當然是雙鏡頭才知道是新機的 那單鏡頭和舊部有什麼分別呢 還有顏色 還有顏色 對,的確是沒有分別的 那個樣子 對,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那就是因為 我其實試… 因為原本我都是一開始計劃賣雙鏡頭 因為其實我想是用來做事用的 那就是想著它有個兩倍的定焦 即是可以… 即是可以… 即是等同於兩倍的Zoom Optical 那想要拍攝的方便一點 就不用… 啊,經常都要Digital 或者拍攝到變光型 那但是事實… 試完之後結果呢 是不行的 是做… 是難做事也補的 那原因是因為它那個雙鏡呢 其實是… 呃… 半廢了 可以這麼說 因為它要在你假設夠光的情況下 它才會開給你用 那最糟糕就是它明明有一個按鈕 是讓你按2X轉過去那個鏡頭的 是 但是它是會騙你的 是的 它是會… 你不夠光的情況下 它會給Digital Zoom 主鏡頭的二倍Digital Zoom 這麼卑鄙? 是的 就告訴你那個是兩倍Zoom 那整件事呢 我是覺得… 買去之後是覺得被騙的 如果是買的 即是假設來用 是真的不方便 它最糟糕就是 剛才我說過了 它是… 它判斷給你聽 那我上次就在… 即是未賣機之前 我就特地下風窄去試機 那你大概都知道風窄… 即是店舖會相對地光亮 那我就… 那我就拿著一部… 呃… 7 Plus 那時候就好 那你猜一下 如果我要知道 呃… 它是不是在用2X 你要怎樣去知道它 是不是在開副鏡頭呢? 你會用什麼方法 如果你現在在現場 嗯… 我會用肉眼 即是… 沒有肉眼 你… 如果… 如果你是真的在用這個Zoom 其實很少的 很少 很少看不到 我可以說 除了拍完文照之外 他做了什麼方法呢? 是的 我就可以… 我可以介紹一個史上最兒戲的方法給大家 就是… 開了之後呢…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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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看 你才知道那個鏡頭 是不是正在用的 那我覺得整件事是… 真的… 真的… 我都不懂怎樣形容 我想用過這麼多Android 我還未試過要這樣做 就是… 雖然他可以說 整個邏輯就是… 因為他是給那些… 比較… 不是很… 很專業的人用 就是… 假設如果你用過兩倍的時候 因為他兩倍的主要原因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 因為兩倍的光圈比較小 就是… 主鏡是F1.8 副鏡是F2.8 是… 理論上F2.8就會… 快門再慢一點 但是問題呢… 就是… 他幫你決定了那件事 我覺得整件事就是反智了 是… 這個就是… 最後… 反智也是要來做事 因為其實我做事主要是… 是用iOS裡面的配套 摸定真是… 雙鏡頭 所以最後我就買了小機了 還有為什麼不買大機呢? 就是… 因為那部大機真的很大 我覺得今時今日用7%… 5.5吋來說 它5.5吋是不合格的 那個尺寸… 為什麼呢? 就是… 我真的想到其他原因 你覺得它厚嗎? 還是… 那個… 那個… 那邊位太… 真的太… 因為基本上… 雖然這部就危險一點 但是其實它是… 拍下去呢 是比它小的 那我就會覺得… 那… 如果我純粹因為電而買 那我不如用小機加一個 Smart battery case 是… 那就沒有理由 特地買一個我不用的鏡頭 純粹多了那… 一千電都沒有 那我買個 battery case也不止了 其實iPhone 從上一代開始 近一點 iPhone的設計 從上一代開始 已經非常之不討好 又圓邊 又大部 上手好線手 這個問題 一直都沒有解決過你 今代呢 一樣都是這樣的 其實… 但起碼我覺得小機是整件事 合理一點 大機是大到有些… 不太合理的 即是他… 即是他… 男生駕駛應該OK 我們手勢比你的 不…駕駛是OK的 不是我差不多 但你就會覺得… 但你就會覺得那個… 即是今時今日 為何會用這部… 設計相對你落後的5.5吋機 還要比小機貴一千元 一倍 沒有一倍 炒價就一倍 你用兩克就要而已 現在不一定要弄了頂部 但其實不是 我有一點後悔 我可能應該買二五六幾 不過一二八就夠用 其實容量… 你一有這麼大 就永遠都不夠用 所以永遠都是充最大一個 我覺得是這樣的 其實很幸運 這次中間沒有六四 我買錯六四就更後悔 更痛一點 我覺得一二八OK的 這個就是講了我剛才 為何會選小機的理由 還有小機最主要 為何會買小銀 因為IR不用排隊 永遠早上都可以按到 早上或下午午餐廳按 整天都可以按到 而且全部銀色 32和256都可以按 都還剩下這一二八 這麼不受歡迎 所以我就選了它 整件事實在太過分了 那不如其實 你倆弄了一部iPhone7未 都可以按一下 可以按一下 多一會 可以按一下 好 先按一下 明明好像沒有鍵 沒有段落 按下去 但又覺得有東西可以按下去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 反而我自己挺喜歡新的 Home Button 雖然其實 首先我利新 我這麼久都不用Apple 今次才帶一部轉 我絕對不是iPhoneboy 但我覺得今次的 這個 要怎麼說呢 壓感的Home Button 感覺上 我之前都用過iPod Touch 實體那顆鍵我按過一段 但是我又覺得 其實又不是說 真的 差 不是叫差 其實我也差不多 是很接近 接近 接近 我反而覺得這個觸感 是有些少少 我用新去形容 就是它 起碼後面有個Taptic Engine 知道有些這樣的 feedback 我按了下去 有些像前面的Force Touch 那個力度感應 按下去 會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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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那個震動 是有那個 好像Bubble指的感覺 按下去 噢是 有些東西爆開的感覺 對 這個 feedback 我覺得挺好的 亦都是在Android機上 做不到的 對 沒有人會這樣做 沒有人會這樣做 因為它 如果你是很深究 Taptic Engine 它是從小到大 去到小 有一個曲線 但是如果是Android 它就是震 對 所以這個 feedback 會令人覺得很不同 是 那個層次不同 因為Android 你怎樣按下去 它只會跟著它震一下 對 那個摩托一距 一距一距 對 對 那不如 講一下 iPhone7 其實這次 最大的關心就是 就是這支 哇 這支 我原本也不知道實物這麼短 實物太短 實物太短了 我真的不能夠接受 真的很短 只是很短 不是 太長就被你打到其他東西 會不會斷 太長 我不知道 但總之我的感覺就不像 其實這次iPhone7 被人救病的地方就是 沒有了一個3.5mm 其實怎樣算好呢 不如卡通既然在這裡 其實你都玩了這麼多耳機 其實沒有3.5mm對你來說 應該是非常大的影響 假設你是用耳光 假設我是用電話聽歌 因為我平時是不用電話聽歌的 是的 但你覺得沒有3.5mm 是一個什麼玩法 一個什麼玩法 是想不到 可能是它對於現在DAC的技術 太有信心 是的 因為都很有趣 我最初都想了很久 究竟為什麼要取消之後 要用Lightning去搏 究竟是 可以怎樣做到細分 因為你看到其他 因為之前說其他廠 都預算了一整年 其他廠都是 例如做外置的DAC 在外置的DAC 但別人的外置是會做這個尺寸的 即是一隻手指尾的尺寸 但是它的DAC 其實是可以做得到 因為外國已經有一個拆解 外國已經拆解了 即是它是直接把DAC的東西 做在插頭這個空間這麼小 其實也是一個驚喜 即是能夠做得這麼小 如果你說別人的那份是這樣的 當然裏面那份M的 除了DAC M和那些線路的積物程度 也不一樣 這邊它是多給了很多心機 去做其他的解碼 DSP Clock 裏面很多線路的東西 是複雜很多 但是能夠把它壓縮到這麼小 我都覺得是一個奇蹟 因為初期很多人都以為 其實這條都是這樣轉線 哪有東西在裏面 因為有些太類似的 樂視那條都是一模一樣的設計 對 但樂視那條是有點 Type-C的意識是有的 但原本的轉插沒有 Adapter 對 Adapter沒有的 對 那其實 你說到DAC 其實是不是真的 如果我不用這條東西 假設 是不是要另外駁過DAC 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其實很麻煩 尤其是有些人 可能不只大用一對 其實我不是要賣你很多條這些線 駁好進去 不是 調整一下 其實最擔心是 反而是在想充電的問題 聽到沒有充電 聽到多少人會駁好尿袋維生 尤其是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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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提 我自己現在也是受害者 即是如果打機的話 就糟糕了 對 即是你還要玩一些音樂 音樂、遊戲 對 音樂、遊戲也是聽過 對 不如這樣說 其實他這次出了 這個東西叫你用轉線 沒有充電 其實他也有出AirPods 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藍牙的耳機 今時今日藍牙的耳機 是否已經可以去到這麼厲害 可以比美到這個有錢的耳機 是否可以這樣走前一步走這麼多 其他技術都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他自己現在這一刻 還在用AC曲迪 我就不是這麼樂觀 可能有人不知道 藍牙的色彩都會分很多 也有很多不同曲迪 AAC、APTX 或者是LDAC Sony LDAC 剛剛有說什麼APTX、HD 類似很多不同的制式 其實還是有很多不同的制式 還在確定 沒有一個約定俗成 大家一起用某一種制式 但其實現在這樣說 蘋果的AAC 其實是否比想像中不行呢 相比其他一些 最原始的AAC 所以味道最原始 但也相對落後 但還有 但有一件事 這個謎底未解開的 就是W1那顆 即是在AirPods裡面的chip set 會幫到多少 以及做些物質 到現在為止 都未解開的 這個題目 真的要買機才知道 也就是下個月底 應該是10月底 買AirPods 之後才知道 其實跟大家說 現在要解決3.5mm的問題 其實只有幾個 第一是藍牙 包括AirPods 或者我眼前這些藍牙的chip set 第二個就是用回 它的轉線 轉回3.5mm的 第三個就是 一個相對地 又不算是攬門 也不算是攬門 不算攬門 現在其他廠都在出 是的 那就是直接出Lightning的 Headset 包括他跟來的那隻 EarPods 都是直接出Lightning 其實Katu 其實你自己也聽過 可能聽過這一對 是 Aaron有沒有聽過 不是 不如你先聽一下 你有歌 我只有KK Boss 不要緊 我要解鎖 你解鎖 我在聽的時候 Katu可以說 可以先回答這個問題 有人問 是否會影響那個音質 是的 是的 其實包括其他 除了iPhone之外 樂士也提出相關的理論 是說 如果要在Onboard 走一個Analog 以前傳統的做法 以前大家的3.5頭 其實是因為走Onboard的DAC 和Headphone的放大線路 才能走出來 問題是這個線路 如果跟其他 例如WiFi天線 電話天線 把同一塊電線上放在 某一塊電線路上 其實那個光線路是很大的 當然 更何況就是 快版只有多少位 去到6S的時候 這個耳機輸出的攝影機 已經下降至很小 你可以想像 質素可以在哪裏 又要再做 就把它們帶去外面算 問題是 就是這樣 變成質素 簡單來說就是把這個波寫給人 質素不好是你的問題 質素不好就是耳塞的問題 因為每個耳塞自己都會有DAC的線路 其實這個做法是聰明的 只要是把最大的責任變給另一間廠 另外講一講坊間多不多直出亮晶的耳機 除了他的耳機 除了他的耳機 今天拿上來有一個Odyssey的方法 Radius 有一款 Sony 有 菲利普 大概是這幾間 其實接下來有其他廠都陸續說了會做的 還有有一間叫AAW 就是做了一條的線 我記得好像插MCX的耳機 已經可以直接用到 但是你說的那些牌子 甚至是MMCX grading那些 都是一些貴價的東西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不 印象中的線是1000元左右 但你要買耳塞 Radius 最便宜的1600元 好像已經是 嗯 是的 那些 我們在淘寶找到的 翻版的 舊版的Earport 應該是二三十元 二三十元 因為 Analog 這個技術是太便宜的 太久了 另外我再講一個解決方法 另外其實淘寶 現在大陸也應該開始湧現的一隻 一個又是Lightning的線控 但是一邊是可以進入Lightning充電 另外一邊是3.5出 其實我訂了一條回來打電 是一個盒來的 是 但我就未… 這個東西之後一定會有的 一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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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一有 我訂了回來 但是這次試不到 因為Lightning本身這個技術 它設計的時候 是有一樣東西叫Daisy Chain 即是它一開很多個 它都是一樣有這樣的輸出和輸入 是不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大家想知道 究竟用完會不會電死 應該有 大家十個九個留言都是這樣 會不會電死 我反而擔心這些adapter 它的設計實在太容易拔爛了 大陸也有很多 本身太多 這些東西真的太容易拔爛了 其實你想想那個Lightning會有多快 對 它就有多快 Lightning插頭一樣的那次 它本身這條線的材質沒有變過 是的 還是沒有進步過 這麼多年來其實我想是專門的 拔爛了你又如何付錢去換呢 好 剛剛Aaron就聽完了 其實卡托也聽過 我也聽過 其實大家怎麼看新的那對Earports 假設你是聽過舊那對 你那對也聽過 少啊 不多 但你覺得那個感覺呢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純以普通流行香港的流行曲來說 還要可能剛剛 我通常聽歌都是跟那些 那些不同的流行程式的Apps 就是剛剛KK Box 平時Mover Juice 那些都會用來聽 用這隻耳機來聽 其實分別不大 又或者你會不會覺得推力的大小呢 我發覺有一點層次上可能低音會出一點 但是真的整體不是很高要求的 真的聽不出分別 那它發佈會不會叫你聽一下船 是的 二百多元你想多好聲 對iPhone面對的消費群來說 其實這個音則我拿夠 我忘記他有沒有說過 這個是最好的耳機 應該是沒有 應該不會 應該沒有 沒有那麼大膽 沒有那麼大膽 那Kato又覺得怎樣 我是覺得 尤其是在主體 就是聽POP 那個Vocal的描述是細緻一點的 就是你聽Vocal的時候 你覺得那些人聲 一些透氣位 或者咬字的 那些歌唱的細節 是豐富一點的 當然低頻的層次感也不同了 你會覺得新的這一隻 你會覺得下潛是好一點 還有線條感是會出一點的 整體線條感會出一點 但是我又會覺得 這個分野 可能是我現在用聽完 然後睡覺第二招 起床拿錯了 回到上一代的Gargeta 其實可能會忘記了 你立刻放下聽就會很容易分到 但如果你第二招的話 是未必會分到的 要很詳細的AP測試 是的 我今天就嘗試自殺地 我真的在做AP測試 我都聽了 起碼循迴了五六次 其實新狗對我 最大分別是 剛才那兩位都說了 就是人聲的位置會比較出一點 但我不知道 AB完之後 我就會覺得 B那隊整體是萌一些 但新的那隊就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高音位置有點遲 而且聲音帶的東西是太硬了 這個是不是普遍DAC出的問題 平價DAC 我會叫平價DAC的問題 即是高音位 人聲 原本應該自然輕下去很舒服 即是軟一點的 它就會很硬 當數碼出的時候就會有這些問題存在 是的 還有 其實這個轉 要強制地去轉Digital這個決定 有一件事我是不喜歡的 那個我不喜歡的地方是 我們說其他廠取消了3.5 但例如Android系統 你3.5的設計 對不起 USB的設計下 那你接駁其他DAC 其實都可以很容易去做到 24.96 或者是192 或者DSD都可以 那麼 我們說音樂的話 是 現在MFI 其實是會鎖了一個相片 在48kHz 嗯 嗯 是 至於其他廠是怎樣做呢 其他廠 其他廠是要用攝影機器的方法 才能做到DSD 192 那麼 當然 如果 我之後會再探討其他問題 是有沒有其他原因去令到它 是不是真的因為MFI的問題 而令到相片值得到48kHz 那麼這件事 有廠做過的 即是做了一條線去特地走 即是避開原本chip set 但因為那件配件本身都是沒有MFI的 噢 那便完成了 對 那便完成了 所以就不滿意這樣 它是技術上下不到MFI 還是不夠錢給保護費呢 我覺得兩樣都是 因為這條線買得很便宜 原來是這樣 是 好了 其實最後也有人是關心我的問題 就是 直接用這條線出3.5的感覺又會如何呢 我用一隻靈敏度差不多的耳機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聲音的 反而有一點點 即是比3.5出 都仍然是有聲音的 當然啦 那個聲音是 或者是質感 我都會覺得是 跟6S不是差很遠 是因為轉回Analog 所以有這個聲音 是的 即是一些線路的問題 有聲音的 即是反而是就這樣 直出反而沒有事 是 但是很細微 我覺得它的聲音也比6S小 但其實 又這樣說 但如果這樣轉了之後 推力影響呢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 首先我不是一個很專業的耳機達人 我就是 通常看它 第一件事是好沒有力 其實這樣轉 會不會沒有那麼好力 其實力就 好力了 其實相對上 當然也都因為 在數字上 因為那個輸出左礦 其實是低了的 現在走這些 即是走那條Analog 所以你說 Driven的感覺 是很力了少少的 開一些 某些耳塞 去到一半不用 都已經很響 嗯 嗯 因為我自己今天就拿了一對 我拿了一對 Sony便宜的東西 即是 那個叫什麼 H.Hein 對 Hein Bose Sony便宜 因為我自己那天 應該是拿了一隻Canva 的Andromeda 其實價錢也沒有關係 那隻機要買八千多元 是的 但那隻本身是一隻很容易可以推響的機 所以有時候插某些機 也很容易聽到某些機的底措 所以刺下去 嗯 有聲音 即是那些 很細微都會聽到 那不如其實 我看見 Cato之前 另外也試過一部 也是沾了3.5mm的螺絲 其實兩部機的取態 其實你怎樣評價 即是兩邊都沒有了3.5mm 兩邊都要這樣轉 是 那分別是怎樣的 其實我覺得 等一下 其實你回答之前 我有個疑問 因為 你現在直出就說好聲一點 但是 我轉會那怎麼辦 轉會沒有了 整件事 是很嚴重的 假設我轉會那怎麼辦 還有另外一個疑問的問題就是 假設MacBook 可能會又閹了3.5mm 又閹了 那它又不讓我這樣刺 它又用USB-C 那究竟我買一條USB-C 還是買一條Lightning 到時就讓它出一條Lightning去Type-C 是否有一條這樣的線 所以我想知道兩者的分別 如果跟樂士比 那邊因為第三方平台 多一點玩 你變相 你要去選一些 即是Type-C 其實你只要一條OTG 即是或者搭出去 轉小的Type-C 你已經可以駁到很多不同的DAC 是的 剛才提及過其他不同的廠的DAC 他們都能做到這件事 那我自己在樂士LE2裡 都是安喬 或者是其他不同的玩家 那我接駁到其他DAC 他們都能對應到 所以那個對應的程度是快很多的 即是希望我馬上不用想 要一條OTG線 正常的OTG線就完成了 但如果是以樂士LE2的個案 其實它也有一條USB-C轉3.5 那一條出來的感覺又如何 那一條就沒有了 那一條本身沒有DAC 沒有DAC 沒有東西在裡面 什麼都沒有 因為Android有Tester 可以看到裡面的智能器 是有什麼智能器 以及在走什麼 那一條搭配器 是沒有映出智能器 插進去的時候 很可愛 即是可以通電 是的 通電 即是純粹沒有轉訊號 就這樣被插出來 是的 因為很有趣 以前 其實大家都有印象 以前MicroUSB的年代 都有一些機器是直接插 MicroUSB的耳塞 那些 但是那個是Analog 是的 有些很早期的設計 這個是很早期的MicroUSB 講的是Moto Q9那些年代 是的 Mini USB Micro還是Mini M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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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都是這樣的 於是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其實 說那個耳塞的位置 是一個沾發的問題 就是那個 編的應用的問題 就不覺得Lightning 是一開始推出的時候 已經決定了他 可不可以放到Digital 這個問題 可不可以放到Analog 這個問題 這個是 早了幾天 一個外國的 一個很出名的Hackify網站 Inia Fidelity 都提過 究竟 他Lightning 最初轉變的時候 是說他不支持Analog 但是到了今時今日 是不是這個設計 是令到他又支持Analog 這個是一個很可愛的謎 就是看T1 Down 我看T1 Down的時候 都看到 又好像 因為你猜不到 始終他的喇叭也有DAC 有喇叭就有DAC 究竟他的DAC 有沒有接駁到Lightning 這個是一個 暫時T1 Down 看不到的數據 好啦 其實 那本來看兩位 再問 其實 事實就是事實 他這次真的 黏了一個Lightning 不就是黏了一個3.5 其實 大家如果假設真的會換iPhone7 你會選擇 就是這樣轉線 還是駁DAC 還是轉藍牙 索性 我會用藍牙的 雖然藍牙始終的音質 層次上 始終都不夠普通的耳機 但是你要我去 要想這麼多 去想究竟用Lightning 還是轉插 去選擇耳機 而我自己本身的耳機 選擇不多的時候 我不如 再加上我可能會用很多不同的機 我就會想 一隻藍牙就搞定所有的東西 這個也是我為什麼會買一隻Bose的原因 因為假設如果我又要充電去聽歌 那用藍牙就是其中一個解決了問題的方法 因為其實最擔心的是 Apple走了這條路 即R走了第一步 我就不知道其他會不會是Android的 一起衝過去 對 一起狗衝 剩下一個USB-C 真的站在那裡 但又這樣看 USB Type-C 不理其他Android廠會不會刪除了3.5mm 但USB Type-C一定會存在 未來一定是一個trend 它們全部轉到USB Type-C 亦都這樣試過 我試過用樂視那隻有DAC的耳機 拆過其他USB Type-C的機器 是可以用到的 因為它是標準的 換言之 其實USB Type-C 我包括Apple在內 這個將會是一個未來 是 這個 這個麻煩 這一條 是不知道為什麼還會存在的 大家都還在想 其實這次 假設MacBook都開始用USB-C的時候 為什麼它還會用這個 為什麼不是用 都會這樣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之前買重區 就說 你應該iPhone也用了Type-C 我不知道它是為了 要收取MFI還是怎樣 所以保持著用Lightning 但現在就變成這樣 可能是會覺得 如果我都轉了 我分不出我和某些特牌子的機器 放在一起 你都看不到 那也是 其實某程度上 Lightning的配件 你真的貴很多 可以賣得 很多 你只是計算 那個費用 你都已經過一節 其實你問我 我自己聽歌 其實大部分時間都用DAP 但是如果你說在電話裡 即是解釋了買iPhone 我最多可能都是用藍麻 因為現在除了藍麻的耳塞之外 也有Receiver的玩法 我覺得起碼這件事比較自由 其實Receiver 其實存在了很久 一直都有 對 只是看看有沒有聲音階 但其實近年的Receiver 有沒有有很大的突破 沒有 沒有 都是跟著曲滴走 跟著曲滴走 還有做好一點的 耳塞的線路 OK 這隻是藍麻的 對 但其實它依然都會有藍麻的問題 即Bandwave不夠多 都會影響到音質 起碼是去到 這個是APT SHD 大概是去到24-48 那就可以了 我覺得接受到 但剛才講完這麼多 接受到挺好聽的程度 但接受到iPhone就完了 對 接受iPhone就沒有了 我也是接受其他電話 對 接受iPhone就沒有了 好了 現在中場休息一下 因為講了半小時 我們可以解釋一下讀者的問題 讀者可以問一下問題 對 還有看著的觀眾 不是讀者 對不起 看著的觀眾 都幫忙點讚、留言、分享 讓多些人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節目 好 那我們開始回答問題了 先看看 但現在暫時問的全部都是關於音效方面 之後我們再繼續下一節講 有人剛才好像問 他有一隻用開的藍麻耳機 用了7 Plus之後 用藍麻耳機 找不回來 其實會不會 解決了沒有 對 應該要解決你的耳機 藍麻那邊都要去Pairing Mode 或者解決藍麻 正常的使用程序 是這樣的 可能如果 會不會舊款少少 因為Pair了幾隻 就是Pair了太多隻 可能要Pair了 可能要Pair了一個Slot 我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程序 應該不用 應該不用 按開關 按到它通常都是斬兩個顏色的燈 然後Pair了 Pair了 OK的 我自己的布置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我舊機用 新機用都是這樣 一樣Pair 講起來到這一袋 還是沒有NFC iPhone有 有 記得 Apple Play就有NFC 不過不同Android 就是它沒有那個 它沒有那個Pairing的玩法 是 iPhone7沒有Loseness Bluetooth 就馬上沒有了 沒有了 最多都是APTX HD 所以我用Pose很開心 因為Pose是APTX的Pose 兩個低置的站在一起就對了 不明白Apple、MacBook之外 為什麼不全面轉用Type-C 也是剛才說過的問題 就是 賣貴一點也可以 既然你MacBook都用Type-C 我不明白為什麼 你一是 MacBook用Lightning 但是為什麼你要保持 同一個Portfolio的東西 用不同的製式的插頭呢 我到現在這一刻 還是不明白Apple在想什麼 其實真的不明白 因為其實你看回那部機 這部機的厚度 對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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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它沒有薄到 你以為它做薄了 其實是沒有薄到的 其實那部機本身 3.5mm 跟你看Youtube的片 一樣是可以轉到一個洞 那洞 有些是強行把3.5mm 刪除了 將時代推前的感覺 對焦 即是有些是強行來 因為你不是說 我做到薄到好像報ipodtouch 那我打ipodtouch 都還有3.5mm 那整件事才不斷 對焦 但是Apple的解釋 真的很貴死 不知道怎麼說 該死 它說勇氣 勇氣 勇氣這個說法 我是覺得很自相矛盾 你知道自己正在做錯事 所以你很有勇氣去承認你做錯了 所以你又連著那條搭配器 是不是 這個就是勇氣的表現 這個就是勇氣的表現 我也很有勇氣 才賣掉它回來的 很有勇氣 其實我想買6S就算了 我現在買 我一定買6S 一來減價 二來其實 可能我會選6S Plus 就是有個iOS OIS 對 iOS OIS 有個光學防手震 做事方面我會想 不過其實我試過 iPhone 7做事的攝錄是OK的 是嗎 你覺得是Sharp一點的 是Sharp一點 不過唯一是那個麻煩 因為我做事都是搭咪 搭了咪就不能在充電 假設你的直播在手機裏做兩個小時 他應該會打散 應該沒有的 過幾小時 應該沒有的 連4G應該是過幾小時 所以為什麼他又要出了 Smart Baggy Case 給你這麼划算 又是你錢的地方 在未有轉線之前 都要先頂住 DLC來的 對 把木機拆開 這個英文有點難看 現在很多AP M 他應該說是AMP AAMP 對 很多M都來自解碼 和Mate for IOS Mate for IOS Mate for Iphone 對 如果跟之前幾代比 你說跟電話 即是搏電話的時候 M 其實沒有分別 因為這個是那個 我的意思是 就是這類 就是Mojo這類 有M有DAC 然後就搏電話 對 其實是沒有分別 因為這個是 就是 這邊的chipset沒有變過 那 OS來講 其實也不會有一個很大的變動 會令到它不好聲 所以 就是 大家都是這樣去搏 就是一個 鏡頭鍵 然後走出去 USB搏 其實是沒有什麼大分別 咦 卡套 其實你也要講一講 你手上那一塊 是的 這麼強的東西 其實是什麼來的 我看到一顆子好像很大 哇 因為今天是零零四四 拿多個東西出來 香港好像沒有人拿過 這個 這個套裝器 出來玩 其實這件是什麼來的呢 簡單來講就是 即是說 將一個外置的DAC 跟剛才說的一樣 即是說 將一個數據的訊號 放進去給它 做一個轉換處理 以及也有耳機的AIM 在裡面 一次過做完所有的輸出 那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就是它的一個 套裝器 你看它這樣 搏在一起 原本之前說要多插一條攝影機器 人們會覺得肉酸 或者不知道 這塊線又要怎樣去綁 即是做一些零四多塊東西 零四多塊東西 零四多塊東西 所以 是的 特意做的 這塊是英國廠 然後 因為日本那邊 就說 可不可以做一個英俊的套 令它可以搭起來 用的時候 好看一點 那的確是挺帥的 所以就是這樣 所以就做了這件事出來 但它也會屈住這條線 在使用 是的 但是那個支點問題 應該沒有那麼容易 插到其他的頭 但之後是怎樣固定它 這塊東西 它的包包裡面 是有 張巾 是的 OK 是的 其實長遠 你猜有沒有DAC 好像類似電磁殼 那樣 一個燈光頭 擱上去 之後就搏在後面 其實不用太長遠 我再說 有這類搭配的DAC加M的設計 因為最早在3GS年代已經有做過 亦都令到一間廠起家 話說DAC 如果玩Headfire的話 我們說的一間廠叫做Venturecraft 它就是做這類電磁、DAC、HeadphoneM三件 合在一起 有卡位放進去的機器 開始 然後就變成一個做為Player的牌子 當然除了它 如果是這樣之外 以前 大概今年年頭的時間 另一間Arcum 另一間傳統做開音響的廠 都做了一個這樣的設計 就是整部iPhone6燙下去 然後就有HeadphoneM和充電的功能 所以就說 是不是一次過把這個設計的潮流 又帶出來呢 好 還有會不會和網上的傳媒一樣 會不會又出現這個 類似電磁殼的問題 對 其實它的功能是一樣的 就是大家都是有一個充電加DAC的功能 其實我們上兩年都看到一堆 是Lightning插頭的殼 接著接駁回一個MicroUSB 是幫你充電的 是 所以就 總之 你問我 我就覺得 如果這部機器不是做得薄很多 而這樣剪掉 我就其實不太敗 不太需要 對 但是沒有辦法 我都買了 我自己用藍牙的 所以影響就不算很大 對 我自己就 好了 其實可以開始說一些 這個 音效以外的事情 音效以外的事情 剛才也說過一些 其實是空制第一個 對 空制 其實大家比較關心的是今次的鏡頭 雖然沒有雙鏡 雖然沒有雙鏡 其實我反而沒有更好 如果你問我 其實沒有雙鏡的話 不用顧慮那麼多 其實沒有雙鏡的話 因為其實 說真的 一來的雙鏡 剛才我講過的問題 在哪裏 簡稱一半是廢的 另外就是 所謂的景深功能 其實說真的 Android機都玩了很久了 對 P9還玩得很好 不是什麼新科技 其實有些什麼 值得我要 因為半費的雙鏡頭 而特意賣去 即是說景深很厲害 其實某程度上 很多軟件都可以做到 很多App都可以做到 假設要模擬景深 模擬景深 你無論如何都要有雙鏡頭 可以有些假的 假就真的很假 一看才是假的 有一句你在裡面看而已 要不就光場 但沒有了 沒有了 光場這個技術 都已經收手地皮 其實 我自己玩了兩天 因為這個準備不足的關係 我還沒想到一些照片 給大家看 但是 初步的感覺 其實 只計算主鏡頭 是不太差的 我覺得是比6S的時候 是進步了 尤其是在暗位是進步了 但是 在正常夠光的地方 就不及 不及Samsung的Galaxy S7 或者Note 7 即是Duel Pixel的感應器 始終是 不 一來和Samsung機 處理相機的手法 是加SAPLESS的 所以如果鬥SAPLESS 是怎樣都會輸的 即是軟件上面 我會覺得是 嗯 即是有些位置是可以推的 有些很乞意地 但是 平均來說 我覺得 是可以接受的 就算Zoom少許 都可以接受 但是唯一的 可能和Samsung 即我之前用 Cook 7 或S7 最大的分別就是 對焦 對焦真的沒有得比 快一點 真的 一按就倒 一按就倒 你說的iPhone 不是 Samsung 這個就真的沒有辦法 沒辦法 其實它是標榜它的速度 其中一件事 是 所以就是 鏡頭就大致上 聖章 跟P9相比 其實P9 我不是覺得這麼厲害 P9其實是賣黑白 是賣顏色 他掛著Leica的名字 但其實它的Sharpness 他掛著Ken Long的名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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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這些 其實你自己問 你問我 我覺得P9的成像 就不是說非常之強 尤其在Sharpness上面 是不太強 在細節上 或者Sharpness上面 就不是說特別好強 是賣味道的 賣味道 真的賣味道 顏色啊 淺景深這兩樣 其他就 我覺得一半一半 Samsung的相片 出來是 你不可以說它加 即是Contrast也有加 但是加得最厲害 應該是加那個 叫Saturization 飽和度 其實這件事 是關於螢幕的 AMOLED本身Saturization 是高過IPS的 一來 但它本身這相片 都是再調整的 有調整的 簡單來說 飽和度 一張美晶照 加回到美晶螢幕上 整件事就好 就很厲害 那些特別藍的 就是那些 那些Saturization 拖過之後 Photoshop 拉條碼就看到了 其實Samsung 是有這個特色 即是 怎樣說呢 它就是第一件事 令它們把照片覺得很漂亮 這個是 跟它賣電視 即是跟賣電視的原理一樣 你一看到Samsung 那隻電視 為什麼可以爆炸 一拍完 在它的機器上 嘩正 就買了 但是相反 iPhone的色 是柔和一點的 我覺得是容易後製一點的 如果用來做事的話 但我這樣看 講起螢幕 iPhone今次的螢幕的色 我覺得有點偏向AMOLED 即那個Tone色方面 即將那個Saturation 是推高了一點點的 你問我 因為我沒有用過之前的iPhone 但我知道今次很多人都說 剛剛買回來用的人 有人說黃螢幕 但我又不是覺得螢幕很黃 是 其實這麼久以來 之前它說 iPS它Tone向白螢幕 其實是偏藍的 所以 剛剛上一代是偏黃 今代就不知為什麼它會說偏黃 偏黃 它就說 它現在的色彩 是怎樣的 那個Range大一點 但我們這樣看下去 我就覺得它是把那個色Tone Tone了高一點的Saturation 好 其實呢 只說是不好的 我還是用一條亮晶線搏照給大家等等 不可以這樣做 是的 有沒有 aptX HD 剛才說了 iPhone是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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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C的 很懷疑 不是很懷舊 很懷舊 AAC都差不多 我想有六七年 是 還有AAC整個Family更新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 真的跟藍牙的規格有關 趁邪叔在拿線 我們就回答 最大XZ對焦成像 我自己玩過半天XZ 其實XZ的對焦是很快的 比起之前XZ的對焦更快 成像方面 新感應器對它的成像是有幫助的 不過呢 我們暫時未試到黑暗的時候 XZ的成像畫 那個表現是怎樣的 但當日 烈日當空之下 是非常漂亮的 無論是色水 或者出來之後 在電腦看的細節 都是叫做歷來Sony機最好的那個 再加上它有那個防震 五軸防震 EIS OIS 加起來 其實拍片拍照也不差 但當然要看看 下個星期出機 跟這個iPhone比一比 真的要有實機 始終那天也沒有正式 沒有正式的Firmware 所以 我又不敢這麼快看判斷 不敢說一定比它好 但是我可以 我只可以說一件事 那部機對焦是比XP好 XP也是快 但感覺是不包準 但XZ那個是OK的 可以接受的 影響表現 至少我們的經驗是OK的 可以這麼說 雙喇叭比 HTC10 之後再說 先看照片 看照片 有沒有油畫化 你先駁下去 有的 你怎樣也有 怎樣也有 開出來一看就知道 因為其實油畫化 是一個 我會說數碼上 必經的一個過程 除非你只看RAW 不然一定會看到油畫化的 只不過是嚴重的 可能你一會兒打開照片 打開100% 是油畫化的 好 我們就 用一個很差的過場方式 不好意思 拍鴨薩桶 為甚麼已經是局長 局長當然要拍 很重要 其實我用了幾天 希望不會有些照片 是不見得光的 我用了幾天 自拍 自拍 其實大家會看到那些照片 你問我 我可以收貨 但還未去到很好的 我覺得顏色是偏淡的 是淡的 如果你特意找一部 三星比 這個顏色是淡到嗨嗨的 是的 但是我又會覺得 它的感覺 是會方便後製一點 這種Tune的方法 因為深色Tune Hunter 有時更爛了 是的 但是你看到那些細節的位置 假設現在是日光 這些是淺景深 又沒有一個 但是你看到那些細節的位置 譬如是局長的位置 局長 是清的 是清的 當然現在是日光 日白 好 我們就 skip一些 這些是 HDR 我試 因為 我通常試相片 我是不開HDR 我只是特意試這一套 那就是有些分別 自然 一貫iPhone 其實iPhone 4.5開始 它的HDR做得很好 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地方 那就 好了 看看夜景相片 都是在夜晚營 其實 你說是不是很好呢 以一張這樣的相片來說 我可以展示一下 我可以展示一下 你說是不是很好呢 其實86ISO來說 我就覺得 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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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條電燈柱 旁邊的位置 其實你看到那些聲音 是挺嚴重 我對一棵樹 我對一棵樹 是的 但是 普通 可以緊緊接受 如果你看到那些樹的暗位 其實已經沒有了 但是起碼 但你看到那些樹葉位 沒有至於融到一棵 因為有些如果嚴重一些 會融到一棵 其實近兩年的旗艦機 都沒有這個情況出現 很少有 是的 那就 好了 再轉多幾張 其實這張我通常會試的 試相 看一看 看看有沒有一張 好 好 這張 好了 其實 我 那個眼神 不好意思 這張 那 老奧方影 一個很標準的 我試機的位置 我通常是對 對左手邊電梯的牌 就是這個位置 是的 但是你看到放大看 其實首先那些字 其實都還可以看到 還有的 是 還有就是那個 電梯的通風口 那些坑 其實都還算很清楚 都是一個指標 是的 這個是 我試試試這兩個位置 但是用回這張 這張可能會比較清一點 先不要理會我的樣子 是的 其實這些位置是比較清一點的 但是 有些位置 它會 就是 你看到我已經一套拍了幾張 其實是 有一張半張 是會偏下的 是對焦的位置 對焦光位置 對焦光位置 是的 但是平均來說 其實都頗準 因為我通常試機 一次過拍十張八張 就會大概猜到它那個 但是那個焦光會不會錯 因為有些位置 可能你拍一張是這樣的光 第二張就已經炒了 是的 很多次都是這樣 而且有時候走過 它會馬上亂 是的 就是這樣 你說是否特別好 相比Android機來說 我覺得不是特別 就是未去到最 標青 是的 就是可能是去到 上升一點 那些機 我覺得是Android機 這幾年進步太快 就是追上了iPhone的標準 以前 過了 其實一直是 其實過了 那時候我們已經說 其實iPhone也不是拍照好 因為又要再重申一次 其實我覺得iPhone是屬於那個 好 我轉回自己先 看看還有沒有相片 看多幾張 好 拍人 拍貓 拍貓好像也 這些就 你看到再廣角一點 就是細節的位置 再多一點的位置 就開始弱了 沒有了 我們已經極限了 就 zoom進去 這些勉強看到 但是這些都勉強OK的 但是就 不是說非常之 而且你拍這張照的時候 應該就陽光一般的 那iPhone會推高一點 應該 這張 20 20 都是20 都是20 先看看 這些就是室內拍攝的食物 又不是微距 又不是微距 對 微距 微距 不算很厲害 其實這裡對不到 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室內還要暗位 對 兩看 但是 我就覺得普通 不是特別表情 我覺得這一套照片 始終都是 看到的就是 顏色方面 是偏淡的 可能我們現在的螢幕 但是我們現在 其實有整套照片 但不是 我反對 是嗎 我同一張是三星拍的 黃色是不行的 黃色完全不行的 就是三星出 對 是炒粉的 因為三星基本上 綠紅藍都可以 但黃色是炒粉的 拍薯條永遠都會吃 但是在iPhone上面 薯條的顏色 是相似薯條的 整套比較自然 沒有那麼嚴重 通常動物毛都是一個 有一個子貝 對 但是這張就 有少少油畫 我覺得 少 都是 有少少 都看到一些細節位 但是如果你不是說 真的拉到100%盡 我覺得是可以的 因為 就要說回 為什麼 因為 其實 某程度上 我覺得 iPhone 為什麼經常都說 被人批評 尤其是被我 說 為什麼不行 其實某程度上 我覺得是 它的調整照片 的手法 是 傾向你在螢幕 和在Facebook 看的 是 而反過來 現在很多Android機 正在做的 就是去問照片 我覺得在某程度上 不同的手機 相機會有這兩種分化 iPhone 肯定是 手機 螢幕看 和網上 社交媒體 分享 所以不用 我嗅嗅嗅到不準 反而它就會追求一下 Wight Balance 那個Tone 對 那個Tone 不要走得那麼誇張 色髓很重要 對 但是反過來 可能有些機器 會很著重 細節的細節 但有些可能是 會調整 剛才說的飽和度 令到照片 一拍出來 哇 就漂亮了 就是有這樣的分野 好 現在出了RAW回家 有一個慢慢收拾 嘩 這樣不行 你這樣出街跟人說RAW 未必有人知道 我是反對手機用的 神經病 整件事是反智 整件事是反智 會不會比V10差 我覺得差不多 未至於差過去的 V10 V10也不算好 不算特別好的 對 但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如果有分數的話 他又未去到G5 那麼細節 夜景應該贏了 加上手動 對 Samsung這件事 基本上沒有輸 晚上 但是Samsung也有一個缺點 就是晚上的長曝光 只有10秒 這個是他輸的地方 還有他其實只有1200萬張數 有些人會擔心這個數字上 我又不是很擔心 iPhone也是1200萬 你不會開準 我不是都會開準 我才會開準 你去看文 對 這件事 好了 這一節有沒有問 關於相機 相機 相機 Samsung 3 Samsung 3 Samsung 3 我講三個性價比 是可以的 我們不講性價比 講性價比 iPhone應該會 輸九條街 會輸的 雖然它暫時跑分最高分 18萬分 如果講攝影的質素來講 Samsung 3的確是不差的 今代是進步了 對 以剛才看到的相片來講 我覺得Samsung 3 可以獲得跟現在iPhone 7差不多的表現 我的評價 大概是跟3差不多 差不多等好 我會評價 但是跟Deluxe比 我會覺得iPhone會比Deluxe更好 我Deluxe用了不太久 但我覺得 少許提到我 Deluxe的拍照好像是差 因為我覺得 可能是像素升得太高的關係 2300萬像 即是 壓縮在同一顆 是 尺寸的感應器 所以我自己拍照 我喜歡普通 就是Samsung 3,600萬像 多於2300萬像 我自己就是這樣的看法 好 另外也講一下 有人會開始講到喇叭 等等 又要中場休息一下 現在正在看的人 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 做過負責的觀眾 沒有LikePage 快點去LikePage Like這個有機藍和耳機抗人 那我們可以 要不要先休息一下 可以喝杯水 喝杯水 喝個茶 大家可以有問題 繼續問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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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下一節會講一下喇叭 以及講一下 iOS 10 即是以我一個新手來講 使用的體驗 因為其實都幾多 幾多東西講一下 iOS 10 好 那現在就先休息一下 少睡了 那時候 我發光 可以喝吧 我發光 我發光 偶瑪 最近 有什麼 我這樣做 也不會 非常好 你說 是 說 我 感谢观看 好了,刚刚进来的人就快点赞,留言,分享,做个有责任的观众 好了,小优,几分钟我们又继续来了 是不是肩防水? 这个Apple说肩防水的,我们不会找个余光浸给你们看 因为现在它的防水平均是IP67的 Apple其实都戴了头盔,在官网上说 其实是防水,生活防水 我觉得是合理的,有多少人真的会带下去潜水 很老实地跟大家说,Sony叫防水机,线驱 去年他也说到,无端端收起完全防水的声明 更何况现在的机器只是IP67 IP67是说1米水深30分钟 都未够IP68那么高 好了,简单 好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有点被忽略的点 就是刚才有读者说到就是喇叭 其实今次iPhone的喇叭 就是用了一个双喇叭的设计 其实这个设计的原理和HTC的10是差不多的 都是顶出声和底出声 是的,但就不像Sony或者以前旧的HTC Boom 3 就前置两个出声 其实效果是怎样呢? 我们现在就试给你们看 或者可能之后我们试完 试完看看Aaron和Kato给你们一些意见 虽然Kato是不是有没有玩到喇叭的? 也有的 好,我们转一转试一试 我现在试试教了那个咪向自己边 其实我这样试试 Captain Well,a great many people see you as a hero There are some who prefer the word vigilante You've operated with unlimited power and no supervision That's something the world can no longer tolerate I know how much Bucky means you are I know how much Bucky means you are Stay out of this one Please Only make this worse He's saying you'll harass me I want to try to ride a boat 看你的感觉是不是很震 Captain You seem a little defensive You've spent a long day I think except limitations We're not better than the bad guys That's not the way I see you 我們來看看 為了卡通試著拿著一會兒 他會覺得是不是很震動 戴了套也會有震動 他會有震動 對 我們追遲12點 要大聲一點 沒有大聲 就算大聲了也聽不到 你聽不到層次的 因為始終隔了 對,隔了米 可以過來了 好了 喇叭就試了 其實呢 我對喇叭反而是有少少驚喜 你問我 跟之前可能只是抵出 舊的iPhone是抵出的 我覺得他今次做這個雙喇叭 感覺是不錯的 整個感覺是完整一點 因為以前看影片 打橫了 很明顯只有一邊出聲 就算你兜子 怎樣 大聲和層次 以前都是隔了很遠 但今次 在喇叭上 我覺得是有驚喜 也覺得合格 要來看影片 一個這樣的配套 雖然我 想不到什麼情況 會要拿著電話的螢幕 去看這麼久的影片 還有記住坐車是不要用喇叭去看影片 這是公德心的問題 其實我又覺得 有兩個點 進步的很明顯 就是剛才我們看的那一條是 Captain America的 trailer 其實 我是不是專門選這條影片 不是的 但其實他突出了喇叭 其中一個很 我覺得是很突出的地方 就是那個男人 低沉的聲音 那些細節 那些 那些 他聽得很清楚 這些層次也很清楚 反而是 後面的配額 我就覺得有點空洞 但一去到那些靜 人聲 隊長自己說的獨白 你就會覺得 是真的有些電影感 是 不是 還有那個玻璃聲 我覺得很厲害 是 很病態的 在發又喜歡說 我覺得玻璃聲 是有趣的 起碼你們分得到 有人在說話 有對白在後面 但在後面 音樂方面 他不是得到很多 但反而音效聲 他也會得到 這個我覺得 那個細節也算錯 是 這個 總之 怎麼說 我都會用來看影片 雖然他看影片比較麻煩 不像Android 就這樣 就這樣插進去 很不要緊 其實現在都是下載 streaming 合法的 Google Play iTunes 就有了 所以 所以我也覺得 用來看影片都OK 就是這一部分 喇叭 但剛才有人問到 那個震動的問題 大家都感受過那個震動 對了 大家覺得怎麼樣 嗯 這樣看 這個問題 就不單止是這部iPhone7存在的 即使你 追溯回去之前 HTC M7 M8 M9 那些雙喇叭 標榜大聲 又低音 其實都有震動 只不過是 不知道是iPhone7 用料薄一點 所以你感覺到 整部機都在震動 有些人說 連螢幕也有震動 我就覺得有點誇張 是否播放一些很重低的東西 令到震幅很大 但是不知道 尤其是我用小機 我是感覺到震動 當然 那是有震動的 是有震動的 但你不會看影片的時候 是這樣的 你不會貼著 不是 你是感覺到震動 尤其是我還貼了貼 其實感覺是好像是共震的 但是我又覺得 你長期拿著 又不至於很嚴重的問題 未知會手臂 對不會 震到我 震到我頂不順 掉了部機 或者放在桌面 你會看到自己動 自己自剪 它又不會自剪的 這個可以的 沒試過 你試一下 試一下 先拔了圖 然後放在桌面 自轉部機 肯定在死 Jack Black真的是一個錯誤的存在 只是用來炒馬 你放心 之後就會有Purl White Purl White 其實白色是一定會出現的 最大聲的 我們試一下它會不會 它真的有 但我們沒有一個準則 你先用攝影隊 我們先用自己肉眼看 我也不敢回答你 暫時沒有動過 震動是不足以 沒有機會轉動 是轉不到的 大家就比較失望 不會自剪 OK 少了一個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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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看 人的問題 這個要用下去才答 聽Voice Mail的時候 放在耳朵邊轉 那你要用家才知道 對,用家才知道 我這幾天 怎樣叫做Voice 我Voice Message 沒有 我還沒有裝Whatsapp 你怎麼用那部機器 我正在用Line 你不要告訴我 你用iMessage 用FacebookMessage 不是的,你要明白 Android的iPhone 是很辛苦的 不是Google Drive 沒有Google Drive 沒有的 沒有的,要付錢 要付錢 這麼麻煩 對 因為你不可以 不像我們平時的Android 舊式方法 你抄襲回去 新方法就是Google Drive 但是 iOS是用iTunes 就是它自己的Cloud 因為那個方法是不同的 對 所以是沒有搬過去的 就是這樣 如果我馬上穿 就會沒有了 所以我有少過轉會的理由 這個是非常痛苦 有一個方法 是買一個PC的軟件 它就會自動幫你轉 但是就要給你三十元美金 三十元美金 我買三個器材 但是我一個人買三個器材 即是每人貸70元就可以 對,大約是這樣 這個都很好賺 這個是比較麻煩 看看先有沒有人 跟著 說定Pearl White 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它能夠出這隻 一定會有白色的 一定會 根本就是3GS那時候 對 從它回到自己的腦袋 所以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炒你 真的因為它是新色所謂的 就炒你 新色 但是真的要用 我勸大家也是算法 你不用學死定 不喜歡用黑色的 就真的用黑色 不要用兩 那時候只有兩黑色 另外就講一講OS 其實機器也開始沒有什麼說 部機器的Hardware其實千篇一律 剛剛講完了 控制 喇叭 相機 螢幕都講完 對 那我們就開始講一講iOS 其實呢 我也是剛剛轉了會 不久了 其實有些位置都 不是很習慣 但是比我在再久一點之前的 可能是iPhone5的年代 那時候 有兩人說 稍後再講 講完 少少OS再講 好 那我要先調整 其實iOS10那晚發佈會 如果大家一起看的話 你會發覺他們是把一些很奇怪的細節 當作很大的功能說給你聽 其中一個就是iMessage 他們用了很大的篇文去說 對 但我不用了 其實你不會用的 其中一個人有沒有有多少用iMessage 對 其實 首先我第一件事 我都要考一下你 其實是否這個東西是新的 這個東西是Widget那一頁 那一頁 如果鎖鏡頭是新的 即是 如果鎖鏡頭 以前是Slide to Unlock 但現在轉了Home鍵 鎖 以前就是把螢幕 下面有一條Bar 對 這個我也記得 是新的 所以我一開始 適合用的話 我也是不習慣 因為我經常按Home鍵 其實這兩個就習慣了 因為那個Home鍵 基本上都不會怎麼選好的時候 你會不停按下去 以前都會遷就著 又說清塵 清油 現在不理會它 就會喪感 其實我跟狗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大的分別 唯一對我來說是新的 就是那個 Series Series 對我來說是那個Home鍵的用法 還有就是那個3D Touch 其實也是舊東西 3D Touch有多可用 真的 不是喔 反而我有些用 是嗎 例如呢 打字的時候 打字的時候 轉字 轉大世界 它這樣按實就是 這個反而 我最初都覺得是一個廢的功能 就是Android 就算有都沒有用 反而它要來打字的情況下 是有些用的 應該不是新的 不是新的 但如果是新手轉過來 可能會有些驚喜 還有沒有呢 其實這個OS 沒有 其實都是 不是 不是 有一個 我覺得是Android 其實有了很久 但是 叫做 新得來比較方便 先關機 放在桌面 然後拿起 它是自己穿的 哇 原來是這樣嗎 原來是這樣 我也不知道 放下它會關掉 OK 很人性化 即是有一個 Glens Screen的功能 對喔 不用敲螢幕 其實是很方便的 不過 Android那邊 有類似的東西 不過 iOS方面 不得不讚 Apple 在軟件方面做得很好 但是有些時候 其實我不是一個 G深iOS的用家 我是一個 G深Android轉iOS的用家 其實我覺得 這個東西 是不太好用的 下面 就是這個 Notification Center 這個東西 是不太好用的 因為其實 最不好用的地方 就是 我其實很習慣 以前按了Wi-Fi 我會選擇 Assess Point 我會按住它 是 但是它就會關掉 它就會SORRY 這方面 Android做得好一點 譬如 我當是Wi-Fi 你不會這樣用 你藍牙會 譬如 要選擇 對 藍牙會 要這樣做 那就糟糕了 我又要按出去 其實這個是 只能夠說Android那邊 做得好一點 還有 給點時間適應 也是這樣 我也在適應 我覺得iPhone 最不人性化的地方 就是你需要適應 那系統 我是很不喜歡的 沒有 其實大部份的東西 我都可以用 還有可以說一下 為什麼這次 會有轉換會的意欲 其實就是 這個 好了 先轉回來 其實就是這個 兩點 應該是 第一點就是 小熊廢了 Android 哦 這個是其中一個功能 其中一個 我會轉換會的理由 第二個轉換會的理由 就是我在iPhone上打到廣東話書入 為什麼Android不行呢 Android可以 以前iPhone不行 所以就不轉換的理由 現在都打到就轉換 哦 OK 就是這樣 這兩個理由 加上升級 其實是 而且用Android太久 有點厭倦 要買一部新機 去更新一個新OS 除了Lessis 這個是比較厭倦的 起碼iPhone 我也有想過 iPhone7出的時候 唯一一個 令我閃過轉換會的念頭 就是Jack Black出的時候 我挺喜歡那個令面 包括以前我第一次用iPhone的時候 我是iPhone3G的時候開始玩的 那個模樣 那個令面的樣子 的確吸引到我的 但是你沒想到實物是這樣 沒想到是這樣 所以拿上手之後就放棄了 你沒想到它每一部機都是磨砂金屬 但是之後另一部是膠 感覺是直接 即是直接是膠面 紫毛都黏上去 我第一天去Apple Store 我不是第一天去 其實我之前已經有幾個人 摘過Jet Black 都已經有暗化很大 即是未算一些強國人 特意弄花它來試 但是很難避免花 如果這部機如果放棄了 可能放到Apple Store 那種木桌 一拖就花了 是的 我看外國的網站 都是就這樣上下磨 機器都已經花了 而且似乎第一水的量率是比較低 其實根本上這件東西本身的量率不應該高 這個Jet Black是很多下次的 第一水現在所爆出來的量已經要少了 好了先看看有什麼問題呢 袋子在什麼問題 那袋子在袋子會不會自己穿螢幕 應該不會 我就沒有試過 Android也不會有問題 暫時有 反而是 很隔不中 但是iPhone未試過 有人說到熱量 對了有兩件事要說的 就是我的手機也是自自聲的 怎樣自 待會我開給你看 我出去拿一些道具 要道具令他分貝計 你拿一個自的道具出來 我拿一個測溫槍 有沒有試過打機效能 他應該會測溫的時候試過 不是的 加上什麼Gashia Live攝時間 什麼Gashia Sia Live Sia Live Siri Live Siri Live 叫他自己唱首歌 可以叫他講個故事 我們自己睡覺 Samsung將膠變成金屬 Apple將金屬變成膠 好 那我們就拿到道具 一 插溫槍 我每次都忘記拿出來 那個GG聲 其實是去到某個溫度才出現 不是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什麼 要去到某個程度 譬如那些DISPLAY卡 以前有很厲害的那些 一全錄就會有些DISPLAY卡 那種 我們現在就試試開個安兔兔 好啦 其實我都要去到某個程度才能聽到 我放到某個咪 聽不到 那是不是 是不是會有些 卡路可以聽 我也不相信 某個咪應該會收到 應該收不到 怎麼形容呢 有些像那些耳機的底噪聲 其實是有DISPLAY卡 我試一下對話 你聽到嗎 我聽不到 我相信 應該就聽不到 你這樣收到 是有些少少DISPLAY卡 但是基本上 你不會下下這樣用的機器 所以基本上 這個關鍵是不成立的 只要它沒有安全的問題 就可以了 其實大家的關鍵是後續 會有什麼問題 我相信這個DISPLAY卡 不是很多人會留意到的 是 但是這件事是存在的 是 是會存在的 亦都是在大家的期望 這件事不應該出現在iPhone上 是會存在的 還有 其實最擔心的是 因為大家最近都是 電池安全的關鍵 爆了 爆了 其實都是一間廠 對 對 不過其實這部機器 雖然平時使用 是真的不覺熱的 其實我拿跑了一天 但是它一敷衝的時候 其實都頗熱的 你可以摸一下 還是波插著 而金屬機身來說 應該說 如果我們現在在這個 烈一當空之下 是 卡圖可不可以反轉 我們有 7個溫 7個溫 放低一點 好 37度 有 有 37度 有 有38度 那 底呢 會比較適合 它不會整塊鐵板 在這個位置 會比較熱 對 但是其實基本上 你這部機器 沒有什麼機可會這樣做 基本上 就算打白貓的時候 都不會這樣 白貓是Android 才寫得差 所以才會熱 對 所以剛才有人問 這個打機的 效果是怎樣 基本上 如果你打白貓 就不會輸 就算 你找比較差的 6S來打 都不會輸 完勝Android 因為始終是App的兼用問題 是順利很多 因為它寫的時候 它用的方法已經不同了 所以去到Android的時候 會比較熱 熱5個380加m 作為一個380用家 我會說是 其實都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 怎樣說 硬件方面 尤其是處理器 你不停加 效能 熱量怎樣都會高 但是我又覺得熱量 不至於很過分 而且基本上 你沒有什麼可會這樣做 其實想來想去 都只能打機 現在這樣做 你手機有多少 會用來做 一些辦公室 畫圖 那些很少做 最全力的用法 其實都是打機 就算我APM Apple Store的拍片 都不熱 我全程拿去拍片 還有什麼熱呢 直播 直播應該會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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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現在 開了一隻白貓的感覺 給大家看看 我還未開 信心 我轉不到系統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打這個遊戲 是 帳戶不能轉到另一個OS 但正常很多遊戲 都是跟Facebook 什麼遊戲 不會說是舊遊戲 可以打到這樣 好 那我就拿回平時的測試帳戶 因為我正常是不打的 OK 等一下 開一點點 沒有聲音 還有今次是其中一個 IOS的耳機 有時候要進入一些APP 是沒有聲音的 是不是因為那支APP 本身是兼容問題 即是你升了IOS 但那支APP 未能更新到 可能是 但我發覺不少APP 有這樣的情況 有時候會沒有聲音 有時候會沒有聲音 但我其實有沒有搏到藍牙才神奇 整件事 沒有聲音 奇怪 其實IOS 10 就有這些筆的地方 還有 我前兩天 開Siri的時候 也是有筆的 會被擊死了 不知為何 總之它 這個OS 其實我覺得這個版本OS 似乎是有些 相對比之前的APP 未準備好 對 就推出來了 感覺是這樣的 最簡單 我關掉APP 再開 關掉APP 還是沒有聲音 那你就知道 我待會再把聲音 隨便加工 白貓十三星 會不會知道 十三星是甚麼 是甚麼 我不知道是甚麼 我還不是打入版 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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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是甚麼 原來那個Bug就忘記了 原來那個Bug是自己做出來的 不好意思 我錯 整天都沒有聲音 你真不知道為何 不好意思 幸好還沒有去Genius Bar 那個天才 就有聲音 差點被天才 抹擦 一顆令人又愛又恨的按鈕 我只愛用說 大家不斷笑 新手是這樣的 蛇叔變成智能機新手用家 對 好啦 那我們就試一試 順暢度 大家如果要看 其實我看不到 現在是閃不閃的 我沒有打眼鏡 OK的 其實回到Facebook Live 都是差不多 你看到流暢度 我可以 怎麼看 那個frame rate 是很理想的 如果大家經過Facebook Live 會覺得很差 但我們現在看 應該有60frame以上 我只可以說 我經常都試 Android和ROS 兩邊試 其實之前主要試Android 我真的沒有試過 玩過那麼順 這個就是我的評價 我真的沒有玩過那麼順 白貓 我終於明白人家說 要用 iPhone來打 白貓 真的差很遠 寫的時候 的底部 真的完全不同 連那少少的延遲都沒有 嘩 這些效果是很順暢 對 就是這樣 我覺得 不止60fps 至少 假設60fps一定沒有跌過 沒有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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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這樣 其實 好 看看 我們 再開一開 我們可以再度一度 溫度 有跌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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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對 其實沒有剛才行安徒高 那麼高的 即是說 玩白貓都沒有去到全球 沒有一定 沒有 白貓都不用全球 對 剛才你去到最高的33 那究竟平時 第一個發現這個 這個 時事聲的人是怎麼錯 是你做的 應該都是跑分 但你跑分 你不會在耳朵上跑 最簡單 其實我都沒有試過 這件事 是甚麼 就是一開著白貓 看看有沒有滴滴聲 是沒有的 打機的時候 我以為你要開著 躺在那裡掛機 其實也是沒有的 其實真的要完全全放在那一刻 使用上這個聲音是沒有甚麼特別 影響到體驗的 好 看看大家有沒有問 通訊接收信號如何 通話接收 通話 我又覺得暫時沒有甚麼大問題 我夾CSL 但我看到它的4G訊號 就好像長期都不可以五顆圓圈 我不懂得五顆圈 就是沒得爆 沒得收爆 感覺就好像沒得收爆 另外一個IOS的感受 就是App Store常常弄得很慢 不知道為甚麼 可能Google Play開得太快 Google Play真的快些 如果App Store 好像要經過它本身的認證 總之我又覺得眼睛好像慢一點 好像是 但是就是這樣 整體來說都是沒有甚麼大問題 iPhone死不了人 要買的人 要買的就繼續買 不是說爆炸 就是用不開 不是問你怕不怕 擺盤在那裡 暫時不怕 暫時也不怕 它爆了只是一張桌子 燒不到這裡 暫時我那部是過了一個測試 綠色電池 相信這個香港 有沒有外加熱力呢 沒有 應該沒有 在底部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問呢 現在大概都11點 答9 如果大家有問題問 就趁現在問 有人說雙喇叭有問題很害怕 開開會會響 以前可以按緊那個喇叭的洞 只有一個 對 按緊三個 找BooTack貼緊它 有用家表示 App Store以前是沒有這麼慢的 是有一次更新OS大改之後 就搞到這樣了 其實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剛剛轉下去 我近幾代iPhone也是沒有用 我唯一一次會 近來用iPhone是想試試玩Pokemon GO 沒有了 對了 最後一件事還沒說 就是電力 很多人都關心電力 其實我玩了兩天左右 即是我習慣 我通常是試八成電 即是80%電 我在Android做的事情 即是打白貓 即是打遊戲 即是Facebook Messenger等等 是少於WhatsApp 80%我大概用到九個多鐘 九個多鐘 即是剩下20% 即是說的是重度使用 中度不是重 即是我不會游招開 我做不到游招 即是開始是白貓 游招打到馬 我做不到 但現在同樣地 就好像平常用家那樣 上地鐵打遊戲 即是假設 即是同樣 即是我試過這麼多機 都是用同一個方法 Samsung 即是近年的旗艦機 不要說是Samsung 其實都有8至9個 Samsung有時候會去到10個 而這部 就大概9至10個 如果打遊戲機應該會再少一點 9個就應該沒有走雞 即是如果你不是由早打到晚 8至9應該沒有走雞 那2000mAh 即是1950 我忘了是1950 是1950 的電量來說 我又覺得可以接受 我覺得甚至是有些好 聽的時間也不錯 其實iOS有一個好 就是standby用的電子很少 如果什麼都不做 放在這裡可以過兩天 是 這個是有少少 都會有少少意外 這件事 即是我想起 你又升快了 即是效率又高了 但電量又不是多很多 其實很多人都會擔心 就是 我當然買一部大電用久一點 買一部PUS 但我覺得小的那部 都不是很嚴重 電量不足的問題 大電又用大螢幕而已 所以相對地 它用電又多了 還有選小機的原因 就是因為解像路也低 所以理想上 對那個系統的負載 又會再看 其實整件事是應該再省電 所以如果你說 純粹單位電量去選一部PUS 我又覺得是不值的 即是我寧願你 所以小機加一個電量 可能電量會更誇張 嗯 那加當然 是的 那你大那部沒有官方的加 它是加多一部電量的電量 是的 加2300 那你想想 其實那個差距 可能比一部PUS更多 課金用家 果然可以更強一點 關什麼事 那根本就是一個DLC的邏輯 是的 是 是的 那先看看 還有什麼人問 是的 有人問 聽歌是不是比iPhone 6好 看你怎樣拼搏 如果大家都是用原裝的耳機 即是耳機的耳機 一個行動三點一個行動光光 那我會覺得 本身的分別都不大了吧 很丁堆 是啊 但是我未試過長聽 因為有些問題是 有些事情是 機器你會覺得是煞眼嬌 但是突然之後 聽多過一個小時 你會覺得辛苦 但是 現在給我的感覺 我覺得不會在這個情況發生 即是開始 好像剛才 即是早點時間說的話 如果你第二天早睡醒 拿錯了 我不會太覺得 是的 是的 那我看看 先 聽歌用Adapter 有沒有很想動 好像剛才有說過 是的 我覺得是很丁堆的 也是很丁堆的 但是我又不覺得 真的值得去 嘩 要多放一條這樣的線 當然不能選擇 你不能選擇 是不能選擇 暫時是你不能選擇 你也不能比較 如果你要這樣做 可能你本身的耳機也不多 是的 那還有沒有東西 有人介紹你用iPhone的Note 是嗎 有多好用呢 其實我覺得 有一件事好的 就是如果你有使用Mac機 是可以把所有的Note 即是我在iPhone上寫的Note 可以直接在電腦看得到 那我就很抱歉了 我先用Windows 我真的要先用F1Note 其實我是用Google保持的 我整套東西都是Android Gooogle等等 7最好就是不怕壞胸 其實有一件事我反而害怕的 是它壞個Taptic Engine 是的 這個也有機會 對 始終會動的東西 機械性的東西 是有損耗的東西 如果Taptic Engine壞了 那你就不知道自己有沒有按到那個按鈕 雖然它一直都會有相應的 即是會有反應 但是你不知道 沒有了那個Feel 是差很遠的 反而我是怕一顆鎮子壞 Taptic Engine Taptic Engine 就是那顆 就是那顆 連同它的Intelligence在後面 哦 幸好我都買了Apple Care 一看就知道我不是炒家 哈哈 哈哈哈哈 傳說是連Apple Care一起買 是不會那麼容易切斷的 哦 是 其實一開始連Apple Care賣就可以了 好像其他要吃骨 勁勁 勁體貼 幫你加多一年保養 是的 其實就 好了 差不多總結一下 其實講一講一講一部 還有iPhone7的評價 或者7% 說是否他們兩部一起講一講 是的 嘩 嘩 幸好喝完了 喝完了 對 我覺得是一個小更新 如果你說 真的很大進步 無論是軟件上或硬件上 我不覺得是一個 應該是0.5代的進步 始終設計完全沒有變 然後加了一些 本身Android也有很多 有的硬件 即是雙喇叭 甚至其實 如果不夠Tablet Engine 你那個Home鍵 一早就應該轉速控 即是電容速控 你就不用等別人熬了那麼久 又說是Home鍵 再轉 還有整個iOS10 我覺得是沒有一個很值得你去換的賣點 即是如果你用了iOS9 我覺得沒有一個很誘因 是轉了iOS10 即是更加黃倫 如果你用Android的話 我不會為了現在這個iOS10 轉去用iPhone 那卡套呢 我是 我覺得都是很細的改動 即是機身是很細的改動 但是又引來了很多 即是 不變 即是在一些空間出來 即是當變了沒有3.5插的時候 一開始可能是真的會覺得不變 但是亦都令到多左廠 是迫大家去做一些事情 去改變現在的生產設計習慣 我覺得這個可以說是 跟大家一起打算去玩遊戲的引子 即是找大家 其實老套一點說 大家一起賺錢 準備錢 他在床一起 做白老鼠一起 我覺得他是故意 現在是故意把耳機 或者插頭的東西 異緣分化了 跟以前不是Android和iPhone 那個對戰差不多 即是你不是Type-C 你就是Nightling 那你的廠要想 你要站在哪邊 更加逼著去想 但是我記得有人提過 覺得Nightling是 應該覺得3.5這個規格太舊 要進化 我就說不是 你說內容程度的話 Nightling怎樣都比3.5危險 3.5怎樣都是 我覺得如果全聲音來說 還是Reniable 那些耳機 即是純電流的東西 對 即是你要過DAC 要去做一層解碼 如果那一層東西沒有了 應該說也不會做不到的 只不過音質一定沒有 Analog那麼好 是的 那我就 DAC是可以好的 但問題是 那一顆DAC沒有了 一定不是這顆 一定不是這顆 用樂視的例子 就是它沒有DAC 它是直出 其實音質是沒有進步之餘 還會有推步 但其實 如果這樣說 會不會有很多不同款式的線 會出呢 每天都說我自己用不同的晶片 會有 或者是一些 不是很大顆的DAC 即是不是很大的DAC 因為可能這樣 有些人覺得 如果用Modal的都是大的 其實也跟Hugia一樣大 但是 遲些應該有機會是 大概這個尺寸的DAC 即是手指尾這麼大的DAC 會出現 我覺得這個程度 就已經開始是一個 大家接受到的尺寸 嗯 嗯 好啦 那不如我講一下我 其實沒有啦 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不買大機 因為鏡頭費 所以我就賣小機 但是你剛才說 即是很開頭很開頭說 其實我想起 是一個軟體的限制 即是只要它可以 對下次更新 高一些ISO的時候用 那就解決了問題 是啊 但總之我現在用不到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至於我的大機 是真的沒有債 是 是 這個是很嚴重 還有那個 剛才你說的 相機問題 是一個軟體的問題 我也知道是軟體的問題 但你也知道 即是Apple是 是怎麼說的 它調整東西 即是它不會讓你 它不會給你那麼多 那麼多控制權 是的 即是它會用它的方法 你覺得是最好的 是的 就給你的嘛 那我就覺得它未必會這樣 嗯 嗯 那麼硬性 我還覺得 簽譜年代的Apple 已經不太能應付到這件事 都不是的 總之 但總之我就覺得 事源無論質素 或者操作的感覺 我覺得雙鏡頭 暫時都不太行 因為尤其是 你很明顯的 就算 其實兩個 感覺上好像同一組 一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你 如果你是在現場開刀 你贏 兩張照片的顏色是會不同的 百平衡 是的 完全不同了 那你其實變了很多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第二個鏡頭是沒有OIS 是啊 整件事很瘋 我真的覺得很像 這件事很奇怪 這件事 理論上Teddy 是需要 安全範門是不同的 那整件事就錯了 所以它才限制你 在iOS 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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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才可以使用 其實我真的想像 Teddy Zoom 這樣就糟糕了 那你想像 Zoom 拍片 沒有iOS 那我回來才調整 沒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們需要遠攝 都是一些 燈光環境 不是很好的時間 是的 就是那句 所以當我在封閘 Apple的設定裏面 都開不了副鏡頭的時候 記者會不會試問怎樣開 不是 這個也是一個教你課金的遊戲 買Stabilizer 不是Stabilizer 都不會用 好像現攝鏡架 你換不到的 是很震的 你可以拿著Stabilizer 走過去台前 所以整件事 這個雙鏡頭 %的手法 是比較反智的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買小機 我相信 我就算見到自己 可能討論區那邊 那邊的人 很多都是用小機 反而真的炒賣的 全部都是大機 只有大機 賣小機後來賺到的 黑色賺到的 黑色 現在全部都是負數 其他色負數 也一起看看 今天某位放機的朋友 原本有一位朋友上來 想放瓦克大 128 看看明天最新的價錢是多少 我現在祝福他 我們祝福他 我祝福他 好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12點了 大家都要趕車 接下來 我應該會下個星期一到 或者是星期一到 可能晚上會做一個小直播 就是講這個 紅米六四 因為我會過台灣發佈會 是 就是這樣 接下來星期三 都有其實一件事 其實挺值得留意的 是甚麼來的 是Google 這個Pixel手機 哦 這次的杯子 沒有看到的 如無以外我也會做直播的 可能會有很多人來 蛇叔一起說 好 另外就是 下個星期都是Xperia XZ推出 但我不是香港 對不起 我是香港 如果大家想留意這部機 可能要看著有機男 看那邊 是 好 就這麼多了 這次的直播 辛苦兩位嘉賓 這麼遠就過來 也不辛苦 大家記得 按讚他們的項目 分別是有機男 Avon Choi 還有這個 耳機抗人卡通 記得去他們的項目 好 這次的直播是這麼多 拜拜 拜拜